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功的时候说的话 成功的时候说的话 也就是说不成功的时候不能说成语是吗 就是成功了之后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啊 阿萌你知道什么是成语吗 老师我想是成年人说的话吧 成年人说的话 小孩子就不让说成语了是吗 什么是成语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成语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短语 它的特点呢是生动简洁 而且成语绝大部分是由四个字组成的 在这里告诉小朋友们一个小秘密 如果说把成语学习好了日积月累运用自如的话 你们将会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的 别人说一大串的话去形容一件事情或者是说一个人 你用一个成语去表达出来了 声动简洁还让人印象深刻 一定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 这堂课我们学的成语是一心一意 老师你读错了 小爱哪错了呢 你刚才教我们那个读一 为什么你读的又是一又是一 非常棒小爱 你有很强的观察力 一在表示顺序的时候是读作一声的 我们汉语一共有四声 一声二声三声四声 当然还有的个别字在读的时候是读轻声 这些我们将在今后的课堂中逐一讲解 一在表示顺序的时候 小朋友们你们只要记住是读一声就可以了 比如说一楼第一一班 这都是读一声的 因为它是做顺序的意思 如果一后面的字是四声的话 那么一要读作二声 比如说一个一见一亮 一个人一见一啥一辆车 而当后面的字读七余三个声调 比如说一声二声三声 而一又不表示顺序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一要读作四声 比如说一人一条一支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学的这个成语 一声一声一意 谁能告诉我这是几声呢 一声 一声 没错 阿萌 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了 在后面如果要是一二三声的时候 一读作四声 没错是读成四声 他从最开始的一就读成一一心 那么谁能告诉我一心一意的一是几声呢 是第四声老师 没错是第四声 那么一在这里不是作为顺序 当后面的字是第四声的时候 他应该读成二声 二声 没错 太好了 所以标注的拼音是一心一意 但是读起来呢就要成一心一意 一起跟我念一心一意 一心一意 一心一意是什么意思呢 他形容的是做事专心一意 一门心思的只做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这个图片 画面中两个小朋友正在上课 一个穿蓝色衣服 一个穿橙黄色的衣服 谁能告诉我 他们两个谁是在一心一意的听讲啊 老师我知道 小爱 小爱 就是穿蓝色衣服的小朋友 没错 穿蓝色衣服的小朋友是一心一意的听老师在上课 对吧 那么旁边穿橙黄色衣服的小朋友呢 他就不是一心一意的在上课 是不是呢 老师 那个好像我耶 他跟你不一样 阿萌 你现在听老师讲课是多一心一意啊 嘿嘿 你比他棒多了 看一看下面的这个图片 看 书桌上小朋友正在一心一意的看书写作业 一心一意 他在专心致志的做一件事情 我们要给他点赞 谁能告诉我 下面的这个画面 这个小朋友是不是在一心一意的上课啊 嗯 没有耶 他好像在看什么东西 没错 阿萌 你说的对 这个小朋友并不是一心一意的在听老师上课 大家一起再跟我念一遍 一心一意 一心一意 非常好 那么谁能用一心一意来造个句呢 试试看 嗯 老师我们要一心一意的吃饭 啊 阿萌你说的非常对 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是要一心一意的 小爱 我们学习的时候要一心一意 太棒了 我们学习的时候一定要一心一意 老师阿萌就知道吃 嗯 吃饭的时候也确实是需要一心一意的 而且想想看只有吃饭吃饱了才能一心一意的去学习 要不然你这一恶 该静不下心来了 是不是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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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一则成语 小朋友们,大家好! 老师好! 欢迎来到我们听故事学汉语的课堂。 小朋友们还记得吗? 上一堂课我们讲了什么是成语来着? 老师,我知道! 小爱,你说说看! 就是约定俗成的语言 大致差不多 阿萌,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些固定短语 非常棒,非常棒 没错,它是固定短语 它的特点是生动、简洁 通常情况下绝大部分成语都是由四个字组成的 还记得我们上一节课学的成语是什么吗? 小爱 一心一意 非常好! 一心一意 一心一意它形容的是做事专心 一心一门心思只做一件事情 还记得这个图片吗? 小爱,你说说看 可不可以用一心一意给这张图片造个剧呢? 嗯,这个小男生在一心一意的做作业 非常棒,非常棒啊 哇,在你的眼里它是小男生是吗? 其实也是我们的好同学哦 下一张图片 阿萌可不可以用一心一意来造个剧呢? 嗯,这个好像难道我呢 哦,那个老师在一心一意的上课 那个老师在一心一意的上课 非常好 你观察的非常好 那么前面的小朋友呢? 不,他没有一心一意耶 没错 这个小朋友并没有一心一意的在听课 希望大家可不要这样哦 这堂课我们要学习的成语是 十有八九 小朋友们跟我一起来念 十有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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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形容的是大致不差 非常接近 非常有可能 差不离 很接近 这样我们来形象的说明一下 谁能告诉我这个图片里是代表着什么呢? 老师我知道 小爱你说说看 在堵车 没错 你观察的非常细致 这是在堵车的一个图片 是交通高峰 那么我们可以说 在交通高峰 十有八九 会堵车的 下面的这个图片当中的人物 谁能告诉我 他是在干什么呢? 老师他在滑雪 哦 阿萌非常棒 他是在滑雪 你会不会滑雪啊? 我就只会往下滑 那对的 谁能晚上滑呢 除非他有缆车 对吧 但是老师我停不住 你停不住 下次没问题 等到冬天的时候 我可以叫你去滑雪 那这张图片当中的人物 他是在做什么运动呢? 老师他在打羽毛球 没错 打羽毛球 无论是滑雪还是打羽毛球 无论是任何一项运动 我们要说 如果不热身的话 如果热身不充分的话 十有八九会受伤的 这张图片我们上节课已经说过了 蓝衣服的那个小朋友 在一心一意的 听老师讲课 而穿橘黄色衣服的小朋友呢 并没有一心一意的上课 那么我们可以说 穿蓝色衣服的小朋友十有八九 他的学习成绩 要比橘黄色衣服的小朋友要好得多 小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再来念一遍 十有八九 十有八九 阿蒙 试着用十有八九造个句可以吗? 这个有点难 让我想一想 想一想 吃饱了十有八九就不饿呢 �接着用十多哦 吗 安民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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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一则成语 小朋友们,大家好!老师好! 还记得我们上一堂课学的成语吗? 这个成语叫十有八九 十有八九 还记得十有八九是什么意思吗? 它形容的是大致差不多,非常有可能,非常接近,差不离! 有谁能用十有八九给下面的这个画面造个句呢? 老师,我知道! 小爱,你试试看! 在交通高峰期的时候,十有八九会堵车! 太棒了!小爱,你说的真好! 那,阿蒙,该你了! 用十有八九给下面的这个画面造个句,好吗? 老师,我到底要说哪一个? 你随便说哪一个都行 如果阿蒙去滑雪,十有八九只会往下滑 真棒!十有八九很多人都是往下滑的,你说的真好啊! 没错,没错! 这堂课我们要学的成语是三头六臂! 来,小朋友们跟我一起来念三头六臂! 三头六臂! 小朋友们,你们谁能告诉我,我们每一个人有几个头呢?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那有几个手臂呢? 嗯,有两个! 你说的没错! 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只有一个头,两个手臂! 那我们如果说,谁谁谁有三个头,有六个手臂的话,它是什么意思呢? 嗯,老师,我知道! 阿蒙! 那他就是妖怪! 他就是妖怪啊! 哎呀,这倒是让我们想起来了!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下面的这个图片, 谁知道这个动画人物是谁呢? 老师,我知道! 小爱,你说说看! 他是哪吒! 哪吒! 他会三头六臂,对吧? 与他相对应的,他的对手他叫? 嗯,这个是猴子! 这个是猴子! 好吧,你说的也对! 但是呢,他的学名叫孙悟空! 他们都有三个脑袋,六只手臂,形容他们有本事,有能耐,有神奇的本领,非常厉害! 比如说,瞧! 这个图片里,妈妈背着他的小宝宝,不仅仅要打扫卫生,还要做饭,还要给小宝宝喂奶,还要去购物买菜,还要处理一些事物,旁边有笔记本电脑。 仿佛他就像有三头六臂一样,妈妈里里外外在忙活着,非常辛苦,所以我们要谢谢妈妈。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图片,他的爸爸,你瞧,既在打固定电话,又要接移动电话。 还要去拿计算器,再算数,还要处理公文,同时还有公务需要处理,前面也有笔记本电脑,同时还忙于吃饭,又要喝咖啡,非常忙碌。 他可以说,我的爸爸工作起来,就像有三头六臂一样,可以同时处理好多事情,非常厉害,也非常不容易。 你们知道吗?爸爸这么辛苦,也是为了这个家,也让我们一起去谢谢爸爸。 小朋友们,跟我在一起念一遍,三头六臂。 三头六臂。 你们谁能用三头六臂造个句呢? 老师,我可不可以说,我希望我长大了,有三头六臂,可以照顾爸爸和妈妈。 太好了小爱,太好了,你真是一个乖孩子。阿萌,你呢? 我想,我现在应该就有三头六臂,因为有时候我一边吃小鱼饼干,一边还在吃西红柿,另外还在吃青椒,我有三头六臂。 的眼神 适合 适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头六臂 三头六臂它形容的是有神奇的本领 非常有能耐 非常有本事 小爱 你能不能试着用三头六臂给下面的这个图片造个剧呢 老师 这个好像有点难呢 他们都长得有三头六臂 是的 说完了 是啊 这就是我造的剧子 你说的对啊 他们都是有三头六臂 很棒的 很棒的 阿萌 你能不能用三头六臂 给下面的任何一个图片造一个剧呢 这个好像有点难呢 但是我在想那个宝宝长大以后也会跟他的爸爸妈妈一样有三头六臂 非常好阿萌 非常好 你的这句话呢 以后我们将会学到一个成语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非常好 这堂课我们要学的成语是七手八脚 小朋友们 你们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有几只手啊 有两只两只手那有几只角呢 也有两只没错也有两只脚 每个人都有两只手两只脚 那 七手八脚形容什么呢 形容它就是个怪物 啊是怪物啊 阿蒙你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啊 七手八脚呢实际上形容的是 人多手杂乱成一团毫无章法 譬如说下面的这个图片 看这个小朋友 哎呀他的桌上很乱 可能是他的爸妈要来这个屋里来检查他的作业了 于是他七手八脚的在整理笔记 这个图片当中的游戏 小朋友们你们谁玩过呢 啊老师我知道 小爱你玩过这个游戏吗 这个是拼图 是拼图非常好 好那我们可以说图片当中的这些人在七手八脚的玩拼图 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小朋友们你们谁玩过呢 嗯这个是气球 这个是气球 他们画面当中的这些人在干什么呢 嗯嗯这个是不是要踩别人的气球 踩别人的气球非常好 好那我们可以说画面中的这些人他们在七手八脚的踩气球 有谁知道这个图片当中的那些人他们是在干什么呢 这个是去露营大老师 非常好小爱 他们在露营同时呢更确切的说是在搭帐篷 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在七手八脚的搭帐篷 让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七手八脚 七手八脚 它形容的是人多手杂 动作纷乱乱成一团 小朋友们 你们谁能用七手八脚来造一个剧呢 嗯哪是我知道 阿萌你试试看 嗯我有一个小蜈蚣 他是我的小朋友 他每次都去手八脚的穿袜子和穿鞋子 读一则成语 小朋友们大家好 老师好 首先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上一堂课我们学的成语 七手八脚 七手八脚 它形容的是人多手杂 忙成一团 忙乱不堪 接下来的这个图片 每个小朋友能用七手八脚来造个剧呢 老师我知道 老师我知道 小爱你试试看 嗯 图片下面的这个小朋友 他在七手八脚的整理东西 非常好 非常好 下面的这个图片 谁能用七手八脚来造个剧呢 嗯 这个我也知道 啊 这个你也知道啊 小爱 你再说说看 嗯 他们在七手八脚的玩拼图 特别好 阿萌 你要加油哦 这个图片 谁能自告费勇的来造个剧呢 嗯 这个我知道 阿萌改你了 嗯 他们七手七 七手八脚的这才气球 不是七手七脚 这不是七手七脚 是七手八脚啊 哎在这里呢 你提这个问题特别好 有的小朋友在课后的时候也问我 说阿萌老师 为什么说是七手八脚 不是七手七脚 或者是八手八脚呢 这个问题谁能回答 嗯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啊 那我就来告诉你们 这个就叫约定俗成 嗯 多年研习下来 我们就是这么说的 否则的话我们就该说 九手十脚 或者是十一手二十脚 那就乱了 之所以能够研习多年到现在成为一个成语 就是约定俗成 大家只要记住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这张图片 谁能造个剧呢 嗯 这个我也知道 阿萌太好了 你说说看 嗯 他们他们在七手八脚的呃呃呃成帐 成帐篷 成帐篷非常棒 这堂课我们要学的成语是日积月累 日积月累 日积月累 他形容的是一天一天的一个月一个月的长时间的不断的积是积聚 累是累集 长年的不断的积累就是日积月累 谁能告诉我图片当中的这个小朋友他在干什么呀 老师我知道 小爱你说说看 他在看书 他在看书 我们说学习需要日积月累 才能够不断的充实自己的知识 谁能告诉我这张图片代表着什么呢 嗯 他有好多钢币 好多钢币是那些硬币是吧 也是我们所说的零花钱 我们可以这样说 如果每天都能节省一块钱 或者说是一毛钱 哪怕是一分钱 日积月累 你也会有一笔不小的储蓄哦 下面的这个图片 谁能告诉我代表着什么呢 嗯 这个是老师在讲课 老师在讲课 同样的 刚才的那个图片呢 是小朋友自己在看书 这一次呢 让我们来到课堂上 就像我们的听故事学汉语这样 日积月累 你一定会学到非常多的知识的 这张图片 谁能告诉我 他是在干什么呢 啊 这是海绵宝宝 海绵宝宝在干什么呢 小爱 他在举重 没错 他在举重 举重 举重跟其他的运动都是一样的 你只有坚持锻炼 坚持训练 日积月累 才能够不断的提高 这个影片你们有谁看过吗 嗯 这是熊猫 这是我们家的人 这是你们家的人 没错 这是你们家懂功夫的人啊 这是功夫熊猫的一个片段 其实练功夫也是一样的 他跟学习其他的体育锻炼都是一样的 你只有坚持训练坚持锻炼 日积月累你才能成为高手中的高手 来 再跟我一起念一遍 日积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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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谁能用日积月累来造个剧呢 诶 那是我知道 阿萌你说 阿萌你说 如果我日积月累的吃小鱼饼干 就有一天我会吃个大胖子 读一则成语 小朋友们大家好 老师好 读一则成语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上一堂课我们学的日积月累 日积月累 日积月累它形容的是一天一天 一个月一个月的长时间的积累 积聚累积 接下来小爱你能不能给这张图片 用日积月累造个剧呢 嗯 这个小朋友在读书 对啊 嗯 但是我现在想不到耶 嗯 这个我知道 阿萌那你说说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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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从现在开始 是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棒啊 这堂课我们要学的成语是 山清水秀 山清水秀 它形容的是风景优美 非常漂亮 比如说 你瞧 这个画面当中 哇 远处的高山 好像上面还有白雪在覆盖 而底下呢 森林郁郁郁葱葱 天上白云朵朵 底下湖水蓝蓝 这样的一个景色真可以说是山清水秀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张图片 哇 远处的瀑布从天而降 稀稀利利的在下着小雨 沿着山市还有一些建筑 哇 在中间还有一座桥 这可真是山清水秀的地方啊 我们再来看这张图片 蓝天白云之下 一道彩虹横跨在瀑布之上 哇 远处的高山 郁郁葱葱 这可真是山清水秀啊 山清水秀 不仅仅可以在白天看到 晚上呢 我们来看这样一张图片 你瞧 天上月光皎洁 映衬在湖水里 也是月色宜人 远处呢 我们也可以依稀看到 山上的树木葱葱 风景优美 这也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来 大家跟我再一起面一遍 山清水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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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是我会 阿萌你试试看 嗯 动物园的假设也是山清水秀 嗯 嗯 读一则成语 小朋友们大家好 老师好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上一堂课我们学的成语 山清水秀 山清水秀 山清水秀它形容的是 风景优美 非常漂亮 小爱 你能不能用山清水秀 给这张图片造个剧呢 嗯 这个 这里面的风景就是山清水秀老师 啊 这个非常对啊 你这个剧造的是神来之笔 阿蒙 那你能不能用山清水秀给下面的这个图片造个剧呢 嗯 这不是一样吗 这也是山清水秀啊 这也是山清水秀 只能说你说对了啊 非常好啊 这堂课我们要学的成语是七上八下 七上八下 七上八下 他形容的是心里非常不安 感觉到很没底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图中这个小朋友在拿着行李在向父母告别 而他的爸爸和妈妈在远处眼泪汪汪的目送他远行 明天将会怎么样呢 他的求学道路 他的人生道路到底会是怎么样子的呢 此时此刻 他的心里可以说是七上八下 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你们谁能告诉我们他展现的是什么呢 嗯 这只狗狗自己玩得很好呢 自己玩得很好 他玩的是什么呢阿萌 跳跳床 跳跳床 好吧 当你准备去玩跳跳床的时候 突然发现不知道哪来的一只大黄狗 在那玩着你的跳跳床 你是把他撵走呢 还是在旁边静静的等待他自己离开呢 此时此刻 你的心里也将会是七上八下的 嗯 老师 你知不知道呢 其实你可以给他一只热热的包子 他就走了呢 给他一只热热的包子 他就走了是吗 好吧 阿萌 那这个包子一定是狗爱吃的 而不是我们所说的狗不理 哎哟 这个图片里两个小朋友在干什么呢 嗯 我想是在考试吧 老师 没错 他们是在考试 在考场上 那个女同学正在认真的答卷指 而旁边的那个男同学呢 他好像是在 偷偷地在看那个女同学写的答案 可以说此时此刻 那个男同学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考考你们 那这个男同学他为什么会是有那种七上八下的心态呢 嗯 老师 我猜他是不会答题吧 不会答题 所以说七上八下吗 阿萌 你说说看 嗯哼 这个你不知道呢 其实他是怕老师发现他在超别人的卷子 阿萌 你说对了 他之所以感觉到心里七上八下 就是因为他怕自己这种作弊的行为被老师发现 要想不被发现 怎么办呢 那就得好好学习自己答题 来 一起再跟我说一遍 七上八下 七上八下 你们谁能用七上八下这个成语给我们造个句呢 嗯 这个其实我经常七上八下 那为什么呢 阿萌 嗯 每次小鱼饼干吃完的时候 我就比较七上八下 因为我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再会给我买另外一袋 我是小鱼饼干吃完 读一则成语 读一则成语 小朋友们,大家好! 老师好! 首先,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上一堂课我们所学的成语 七上八下 七上八下它形容的是心里慌乱不安,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下面的这张图片 小爱,你能不能用七上八下来造个句呢? 嗯,这个小朋友要离开家了 所以他心里七上八下 非常好! 他为什么要七上八下呢? 是因为他当初在家里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有父母来想着,帮着他办着 自己一个人出门在外才知道不容易 所以说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一定要感谢爸妈 阿蒙,你能不能用七上八下给下面的这个图片造个句呢? 嗯,就是那个想要作弊的小男生嘛 他心里就是七上八下 没错,他怕他自己的作弊行为被老师发现,对吧? 那,如何避免这种七上八下的作弊行为呢? 嗯,就是不要考试嘛 哪是不要考试啊? 而是说考试不要作弊 平时好好学习阿蒙 嗯,那是说的对 这堂课我们要学的成语是人来人往 人来人往 来它的意思是走过来 往它的意思是走过去 人来人往形容的是人来来往往连续不断的样子 比如说,这张图片 瞧,中间的那个小提琴手正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在拉小提琴 那,接下来的这个动画呢 呵,这在斑马线上,人行路上有这么多的人 在人来人往,川流不息,非常热闹 谁能告诉我们这张图片展现的是哪个地方的场景呢? 嗯,这个是飞机场的候机室 非常对小爱 飞机场的候机室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但是呢,每个人都保持低声的状态 非常肃静,非常安静 来小朋友们,再跟我一起念一遍 人来人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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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谁能用人来人往来造个句呢? 老师,我知道 小爱,你试试看 嗯,山场里总是人来人往 没错,你说得非常对 阿萌,该你了 嗯,造句呢 那,公公厕所就是人来人往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red 读一则成语 小朋友们 大家好 老师好 读一则成语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堂课的学习内容 人来人往 人来人往 来表示的是走过来 往表示的是走过去 人来人往形容的是人来来往往连续不断的样子 小爱 你能不能用人来人往给下面的这个图片来造个句呢 嗯 这个大哥哥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拉小提琴 非常好 小爱 这个句造得非常好 阿萌 那你能不能用人来人往给下面的这个动图来造个句呢 嗯 老师 他们对我来说都是一个人呢 都是一个人吗 这么多人在大街上呢 阿萌 那好吧 那就是在这个路口 总是能来人往 非常好 阿萌 你用成语造的这个句子 没问题 这堂课我们要学的成语是 风和日历 风和日历 和表示的是柔和暖和 历形容的是美丽漂亮 风和日历 风和日历 它形容的是阳光灿烂 晴朗 暖和的天气 比如说这张图片 我们看到在公园的这个小路上 阳光明媚 在树枝上还有一只秋千在微微的荡漾 蝴蝶在花丛中飞舞 这真是风和日历的景象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动图 我们看到天空中白云朵朵 随着微风袭来 樱花片片飞扬 一片风和日历的景象 这个动图阿萌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那个正在打转的它叫什么呢 嗯 这个我知道 叫什么呢 叫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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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在这个美丽的庄园里 风车随风转动 在风车的前面 哇 这些美丽的鲜花 简直让人心旷神怡 也是一番风和日历的景象 来 再跟我一起念一遍 风和日历 风和日历 阿萌 阿萌 你能不能用风和日历 给我们来造个句呢 老师 你长得风和日历 我长得风和日历啊 我们刚才说过了阿萌 风和日历是形容天气的 来 重来一遍 是形容天气呢 那老师 你在天气下 长得风和日历 例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 Bag 读一则成语 小朋友们大家好 老师好 读一则成语 首先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上一堂课 我们所学的风和 风和日丽 风和日丽 和表现的是柔和暖和 丽指的是美丽漂亮 风和日丽它形容的是阳光灿烂 晴朗暖和的好天气 小爱你能不能用风和日丽 给这张图片造个剧呢 公园里 老师我也不知道 阿萌 那你试试看 小爱 这个不就是说的风和日丽吗 公园里的天气就是风和日丽 非常好啊 这个剧造的也是很顺畅的 那下面的这个动图 小爱 小爱 阿萌 你们谁能用风和日丽 来造个剧呢 老师 老师 这个房子 就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里 小爱 你造的这个剧也是可以的 没问题 今天我们这堂课要学的成语是 上天入地 上天 入地 上天指的是升到天空 入地指的是钻到地下 上天入地形容的是神通广大 比如说 你们谁还记得我们之前 所学的这张图片 他表现的是哪一个动画人物来着 老师 我知道 小爱你说说看 他是哪吒 他是哪吒 没错 那你还记不记得 这张图片表现的是哪一个动画人物呢 他是孙悟空 你说对了 无论是哪吒还是孙悟空 在童话故事里 他们都是可以上天入地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动图 他展现的是火箭腾空而起 升向天空的一瞬间 随着科技的发展 上天入地 已经不再是人们一个遥远的梦 而变成了现实 来 让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 上天入地 上天入地 阿萌 你能不能用上天入地 来造个句呢 老师 你怎么总是问我这么难的问题 很难吗 那 试试看 嗯 我们捉迷藏的时候 我就可以上天入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